他们的自我介绍 是这样的 哈喽大家好 这位是何亦凡 也是我们的低音炮担当 他的低音炮的出称名曲是 这是我们的小鱼担当 他是我们当时组合的队长 主唱 主舞 他是构成浩宇 给我第一印象就是颜值担当 虽然他能力非常的强 他是 滑稽田书春 他的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呢 就是在 新东亚洲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斑马 有点乱 没关系 可代表来总结一下 他们 曾经参加过同一个节目 组过一个 不太成功的团 当然 这个团也走出过一些 还挺成功的人 虽然这段经历 让他们身心备受摧残 如今甚至不敢再公开提起 但是那个曾经出道的日期 却成了他们每年都会记起 怀念的日子 又一年的10月18日 即将到来 他们 一排几何写下了一首歌 也因此收获了一些 难得的通稿 不是 重剧 我们的镜头跟随他们 一起记录下了这次五年后的 再合体 我们的同名青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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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了 大家 我们是一家四口 我们是一家四口 谁的爸爸 我是爷爷 哈哈哈 哈哈哈 我 好有点 哈哈哈 哎 好快好快 四号 我 四号就有夸张啊 哈哈哈 你吐骂死了 你吐骂死了 七年了 你还没找气息 七年了 你还不找气息 你还不找气息 参加新动亚洲这段经历 对我意味着 我少年时期走过的路 在一个很懵的状态下 去做的这件事情 哇是真的嘞 每天晚上十点钟 我们是结束训练 但是我们就要一直加脸 一直加脸 又要练到这首歌手 练到这支舞 大家整齐划一 我们之间的那种生活方式 想让我们不熟悉都很难 做到最傻的事情就是 我们去草坪上面用袜子 装沙子在里面 然后我们在下面丢沙包 这段回忆真的是太好 就太怀念了 简单的小打一下 简单的我这边套点土 咱们简单的就在这边洗洗一下 你看人家 放下来 打过号 不许在那边 他都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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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都上了年纪 跟七年前的 对啊 跟七年前的 体力根本不一样 每天我们能玩一下 对 刚才那几下午 不行 不行 对于我来说就是原配 是让我第一次体会到组合的温暖和快乐 就真的是好兄弟在一起了那么多年 感情还那么好 所以觉得当时的那个团真的非常可惜 我妈当时陪我去签的 我妈看完合同以后 她说 一二 我觉得这个 有点捞货 就觉得那个合同非常的苛刻 我觉得我们这么辛苦过来 应该会有一些成果吧 但没想到出道的跟没出道一样 当时说实话 我们的预付金大概六分之五是要交房租的 数额是完全可能连你一个月就是三餐吃饭的钱都不够 分本离析并不是因为我们个人 是因为那时候公司的问题 所以就我们私下还有多聊 我们私下有多走动吃饭什么的 心里面我们一直还没有结束 十个人我们都会私下联系的 十月份是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 就是我们当时的出道乐 刚好我们当时就在家里吃饭 我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写一首歌 纪念一下 然后我们当时就听着曲 然后就开始写词 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 就是我们在北京的一个酒店刚见面的那一次 当时大家可能都不太熟 我写的是 回忆青春梦懂那群少年 事过变迁依旧未曾改变 师傅 看了 喔 是整个乘搭的吗 对 呵 比如说我们今天四个人出来工作 然后我的经验问了一句说 你们有没有那五年之后一起合作的那种感觉 我说没有 真正的好朋友即便你不联系 久久见了一次你不会尴尬 现在我们在聚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的能力又不仅提升了 然后心智又提升 见到彼此的时候还是那么的不忘初心 我参加第二档节目的时候 《遗传之明》其实身上还有观似的 然后我怕节目组不要我 结果我们想去了以后 还挺受喜欢的 然后当时在节目过程中就 单嘴一直想我签合约嘛 但是前公司过来阻挠了 我已经离开你们了 我已经向你们提出了解约 我为什么还要被你卖呀 然后我就退赛了 现在就是要签约呀 看合同走合同这种话 我会特别反感 我会特别没有安全感 对自己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真的这一辈子再也不想经历了 第一个团结结束了以后 那个时候呢 有点压力 但最大的压力就是 第二个团结散的时候 因为这个压力是来源于年龄 而且来源于那个时候 当下市场对我们非常好 我现在的业务先就是 正常的舞蹈培训 然后艺人来过来找我编舞 或者是让他们要拍戏MV MV我可以拍摄影视剧 是被社会打磨的 被经纪公司打磨的 因为我之前在组合当中 就公司是不给你提供无聊的 它只给CV 我就想出 我拿手机拍 所以我自己的三首歌的MV 全都自己做 感觉依然默契 感觉依然帅气 有想到当年吗 想到了呀 我们在上面唱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我们之前的 只有上舞台的时候 确实会有那种感受 就是大家朋友默契直到哪个点 诶 诶 诶 然后刚刚我看到为什么 我差点没工作 对 差点笑张 就是我跟何一帆同时 看到 他选择了我 何一帆是这样 他根本没什么看过 不是 不是 尤以发是这样的 我给你们摸摆尤以发是这样的 我看了 对 我看到了尤以发的验身 没有 没有 我看他没看过 这次合体就是会打我们自己这首歌 包括也去谈了 就是用尽全力去跟大家说 我们四个人加钱能不能上一下 这个舞台啊 这个怎么 就是四个人都去发力 每个人介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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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群色群的影 这不就是我们当初刚开始出道 就是想要的状态吗 应该要有的状态吗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 来 你们摸 你怎么敢想 我想着就敢想 想着不敢想 我自发服务员 好了 我们现在上车咯 这是我们四个人凑齐在一起待的天数是最长时间的了吧 特别感谢小鱼这一次有机会能够带上我们三个一起去到外地 确实好久没有一起出过差了 嗯 哎以后给你们介绍活得来点对吧食物一点的对吧 请我吃个饭什么的呀对吧 我跟你转账啊 就是觉得有机会 然后肯定就是 帮着自己的朋友吗 就大家好的就相互帮 稍然大家不好的就相互扶持 我们的群里面每次我们沟通最多的消息应该就是说 哎你接不接这个活什么什么什么的 哎你又没有时间这个活怎么怎么样 就是我们会都会互相推活的这种工作能不能多来一点 对啊 是啊 希望以后金主宝宝能看上我们看看我们爸爸们 昨天通课完了以后我就虽然就开始回想这几天 然后就有感而发现真的好快乐好舒服很安心 我感觉我就变成团充了 这一次我和他们一起参加心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被大家关爱 过来又去参加别的节目 我要去像他们当时照顾我一样去照顾别人 你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在唱里面 我们两个人有一个battle的环节 就是我带着我的队他带着他的队 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有感受到凡凡是真的长大了 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才是我们最好的阶段 大家心里是有故事的 每一首歌可能表达都不一样了 虽然参跳歌手给别人端起来的感觉 但我是个东北人我不会端 因为那点小 比如公司觉得这是对的 大家都是一个流水线出来的 你不能给我搞特殊什么的 但是我发现市场最萧条的时候 它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 反而不是我自己 我现在主要的工作啥都做 去做过公司的带货主播 我也做过公司的同仁账务 之前是觉得我作为一个艺人 那些什么很低的价钱的活就不接了 带货太low了 当网红 当红人 圈里人会怎么想你啊 粉丝会怎么看你啊 我现在慢慢慢慢的觉得没有什么丢人的 之前那么要面子给你给到你什么东西 你得到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得到 那就是死要面子 我现在就是不要面子了 就是面子值几个钱啊 落差感肯定会有 但是那种落差感不是源于忌妒 而是源自于羡慕 就比如说我跟刘也见面了 他告诉我说他最近接了一个活 然后报价什么样 我觉得我会 哇好爽啊 如果我啥时候能够接个这个价的活多好啊 我们都很感谢这一系列的经历 这样才会让我们成长 虽然有过失望 有过难过 但是收拾自己这些心情 我还是要继续说话 因为我爱这个 我喜欢音乐 freight上去的家里 回事 回事 说话 回事 回事 后来 我们的青春有一个童童的名字叫做心动男孩 你们觉得十年后的自己还会在这个圈子里吗 脸头摇合吧 哎你玩的干嘛 不知道不确定不确定 不确定谋认两可 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现什么 如果现在又有一档类似于训练生节目出现 会去参加的情绪手